你想想,如果你要一群朋友出來 會不會有一個異性經常站在你旁邊? 歡迎各位遠遊收看,我是你的愛情院長,你轉 今天的主題就是 怎樣去判斷對方是否單身呢? 我說過十萬次 當你直接問對方是否單身 又或者是否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時候 這是一個低價值的行為 有人就覺得,如果我問得軟轉一點 那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你知不知道煮飯嗎? 吃吧 那你女朋友就很幸福 唉,你以為自己問得很聰明 白癡都知道你在試探他 那應該怎樣做呢? 今天,你專門會把答案告訴你 Let's go! 第一,對方會不會在某一個指定的時間裏 笑實 假如對方是有伴侶的話 就算他很想扮一個單身狗 他怎樣都要抽時間陪他的男朋友 又或者是女朋友 當你試下在不同時間裏面 約他見面 又或者去訊息聊天 如果你發現他在某一個時間裏面 經常都是沒空又或者是人間蒸發的 尤其是星期六的 那對方很大機會是有伴侶 第二,觀察對方的團體照片 假設你們有了各自的社交平台 留意一下對方裏面的團體照片 尤其是被人踢的那些 看來做甚麼? 你要看對方是不是有一個相同的異性 經常站在他旁邊一起拍照 你想想,如果你要一群朋友出來 會不會有一個異性經常站在你旁邊? 答案就是不會 結論就是這個人 可能就是他的男朋友 或者是他的女朋友 我真的很聰明 第三,朋友試探法 誰不知道可以問他的朋友嗎? 我當然不是要你直接問他的朋友 那應該怎樣做呢? 以下就是一個示範 今天在街上見到Peter和我的女朋友 他們經常很醜 如果對方真的有女朋友的話 那他的朋友只有兩種反應 怎麼可能啊? 他的女朋友很漂亮 又或者 對呀,我們也等他不相信 而假如對方是單身的話 那他的朋友就會說 他有女朋友?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問他生病怎樣? 只要用一些誇張的手法 去描繪這個人的話 他們很容易就會中雞 究竟誰那麼無量? 專家那些又老又可憐又巢皮 阿婆千 今集先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和Like我這條短片 如果有什麼感情上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失戀、複合 和怎樣結識儀式的話 歡迎透過我的社交平台 INBOSS 我們下次再見 Bye